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应该警惕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寻找时机将手中的美元资产中进行多元化 为放宽经济政策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前央行顾位于永定说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货币转变 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正面临制约 于永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周四举办的虚拟研讨会上说 如果美联储加息 中国在这种环境下实施一些政策会比较困难 成本也会很高 我很遗憾的说 有些事情我们本可以早点做 如果我们继续拖延 只会越来越困难 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支持财政政策的扩张 以稳定经济增长 我们正在与美国竞争 从币源政治的角度来看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可能在今年超过中国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表示 将把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0.5个百分点 在12月15日向银行间 系统释放价值1.2亿元的长期流动性 以支撑经济 但中国央行此前一直对货币宽松政策持谨慎态度 表示货币政策将保持审慎并淡化了 开发商恒大炸物危机的影响 在今年第一季度大变后的强劲反弹之后 中国的经济压力一直在增加 2021年第三季度 中国经济同比增长4.9% 低于第二季度7.9%的增长 曾表示中国因减少对美国国债的风险敞口的余永丁 还表示持续的通货膨胀将导致中国对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收益减少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 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 截至9月 中国持有价值1.047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 在2014年达到顶峰后 美国国债仍然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品种 截至11月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为3.22万亿美元 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很难预测它何时会成为一个问题 但它可能会发生 从短期来看 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计划 对中国的经济是不利的 从长期来看 影响将变得更加严重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曾表示 美国需要准备好应对明年下半年通胀 可能不会消退的情况 这助长了最快在明年6月加息的预期 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出现分歧 可能会给带来许多后果 美国加息可能会增强美元 对其他货币的价值 包括人民币 使中国公司以美元借款的成本更高 更重要的是 它可能引发中国的资金外流 增加对人民币价值的压力 2015年8月 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开始发出加息信号后 中国人民银行出乎市场意料的 让人民币贬值 导致大量资本外流 其外汇储备创纪录的下降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说 现在关键问题是人民币汇率 它是虚拟活动的发言人 如果美联储在明年6月加息 我们的货币政策显然不应该是紧缩的 但我们能否放松 我认为这个决定取决于 我们是否应该让人民币汇率移动 允许其有所贬值 中国央行周四晚些时候宣布 将从下周三起将外币存款准备金率 从7%提高到9% 以遏制人民币对美元的涨势 Gapteleconomics今天的一份说明中说 随着美国在中国开始放松货币政策时 收紧货币政策 以及货币市场出现更多行动的几率上升 未来几个月人民币最有可能的轨迹 是对美元和贸易加权基础上的贬值 分细事认为 中国需要加快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扩张 以支持经济增长 减少美国潜在加息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金公司研究部在周三的一份说明中说 2020年至2021年 中国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入 创造了历史记录 引起了对未来资本外流的担忧 然而 与2015年不同的是 我们面临一些有利的条件 中金表示 如果货币宽松政策之后 那么宽松政策可能会被理解为 经济基本面比预期的要差 在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时 引发更多挑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 货币宽松和稳定信贷的步伐 应该尽早进行 而不是推迟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 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